再看到台东一艘成功级的大发新渔船 8号深夜11点左右 出港准备进行鬼头刀的捕捞作业 不料渔船在出港之后 便疑似失去了动力 而在近日台东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强劲的风浪将失去动力的渔船拍打上岸 造成渔船搁浅 索性船上四人接平安脱困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渔船被大浪给打上岸 整艘船就这么搁浅在岸边 这起意外发生在昨日晚间11点左右的成功证 一艘成功级的大发新号渔船 本来要趁着台风过后 抓紧机会出海捕捞鬼头刀等经济渔类 不料在出港后不到10分钟 疑似因为机械故障 导致船只失去动力 被大浪推至岸边搁浅 而当地的议员许静荣在得知后 也在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进行了解 现在目前的主要原因就是失去动力 那因为最近都是风胎外围影响 都风景拨也没有出海 因为今天这两天天气比较好 但是渔民都要抽这第一时间出海 要抓几个刀到落村了 刚刚刚刚出港就没有10分钟 只能有引擎的失去动力 然后来到海边公园这一艘 就去赶到它现在无限的 台风外围影响的海浪 然后再拨打水动力就在晚上差不多 11点那边就 去港起来到阪府 那全家里的人会有什么样的 那目前全家有一个台湾人 三个月就没见 人都总是平安的啦 但是目前尊重是有稍微有破坑 所幸这起意外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而搁浅的船只由于昨晚风浪过大视线不佳 船长先是利用绳索将船只固定 以防船只不慎被大浪拖出外海 等天亮后再试情况将渔船拖回港区进行修理 记者陈吉林 陈公正报导